同样我们再来看到中秋假期即将到来了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 昨天也就是11号发布了中秋假期全国公路网的运行研判分析 假日期间全国公路网交通流量预计小幅增长 中秋假期的期间高速公路不免费 全国公路网预计中秋假期交通量同比增长约3%到4% 长假三天公路交通出行呈潮汐特征 全国高速公路拥堵主要集中在首尾两天 受短途自驾 城市周边出行需求因素影响 预计假期前一天晚上18点至20点拥挤程度达到峰值 约为平日的2.2倍 假期第一天的10点至13点也会出现出行小高峰 假期第二天拥挤程度有所缓解 第三天下午15点至18点返程高峰拥挤程度约为平日2.1倍 此外中秋假期部分热门景区周边公路网交通压力较大 预计浙江杭州西湖 北京八达岭长城 广东长龙旅游度假区 湖南凤凰古城 山西平遥古城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等热门景区的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将大幅上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